OK,大家好,我是雪怪66 那之前呢我收到的Acaso寄给我的他们全新的运动相机叫做BREVBA 并对这个相机进行了一个月的实用体验 那今天的话就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和分享 不过在开始之前呢我想说明一下的就是我判断的标准 就是我是从一个骑摩托车的使用者的这个立场去判断的 到底这个相机好用还是不好用 我所说的一些优点或者是缺点的话 可能在换一个场景下它就没有那么重要了 我收到的是BREVBA的标准版 那标准版里面包含的所有内容就在这里 那值得一提的就是标准版里它包含了一个无线的遥控器 那这个东西在其他品牌里面是需要花钱另外购买的 但是这个标准版里面是带的这个不错 然后就是还带了一个非常好用的实用的双冲底座 同时配了两块原厂的电池 然后各种各样的底座 还有转接头 绑带 扎带之类之类的这些东西 对于骑摩托车来讲这些配件都是非常实用的 我查了一下BREVBA的价格在1599块钱 通过各种优惠券或者怎么样可以做到1500块钱左右 这个价格的话说实话在运动相机里面不算贵的 和其他品牌的运动相机比起来可能一半的价格都还不到 但是它一半不到的价格到底有多少的性能 使用起来效果如何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画质 BREVBA采用了一块1分之1英寸大小的成像器 比其他的品牌成像器要大了一点点 玩摄影的都知道成像器的尺寸越大的话 我们所得到的画面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效果就会更好 同时BREVBA可以记录4K60帧的画面 讲真 这个画质还是真的不错的 com字连 Karina 2份 3份 VBA BRABE8的視角不算廣 但是足夠用了 剛剛給出的可視角是150度 足夠同時拍到車把和風景畫面了 我使用4K60幀的格式在5度左右的室外一共拍攝了54分鐘的素材 直到它無法再開機一共生產了32G的素材 50分鐘一顆電池的續航不算優秀但是也算及格 防抖 BRABE8的防抖是通過APP進行增穩的 同時增穩之後的效果表現還是不錯的 防水 裸機支持10米的防水 遇到下雨時候問題都不是特別的大 BRABE8說了那麼多關於BRABE8的優點 好那我們現在來說一說它的槽點 那最大的槽點就是大家可能很明顯的發現就是 BRABE8的外型設計其實和Action是很像的 有沒有覺得兩個基本上是一模一樣 但是呢 BRABE8稍微在Action的基礎上這個外型基礎上做了一點點的改變 就是在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它加長了散熱孔的長度 增加了散熱的效率 Action的這個地方散熱孔折那麼長 BRABE8要長一些 那第二個槽點的話就是BRABE8的UI設計和GoPro的UI設計是非常的相像的 GoPro的UI設計其實是很舒服的 用起來是非常方便也比較科學 然後BRABE8在GoPro的UI設計的基礎上自己也改搭改搭 形成了自己的這一套UI設計 那下一個槽點的話就是BRABE8的視角 其實BRABE8視角是150度 在不進行防抖處理的情況下這個視角其實是勉強夠用的 但是如果進行了後期的增穩 那這個裁切就會比較大 裁切比較大之後就造成了你的視角會變小很多 變小很多就會造成另外一個結果 就是你在選取角度的時候會非常的注意才能夠選到好的角度 大家都知道運動相機尤其是對騎車的人來講 一個視角的寬廣度是非常重要的 大家都知道我們騎摩托車需要戴手套 尤其是冬季手套都比較厚 但是BRABE8的這個設計按鍵設計它是凹陷在裡面的 也就是說我戴上厚的手套要去按壓它開機是非常困難的 第二個就是它的按壓反饋也比較的弱 我不知道我到底路上還是沒有路上 它在一鍵起路的時候不是按一下就能使用 不是這樣子按一下就能使用 而是需要長按之後 然後它才能夠啟動一鍵起路 那就像剛才我說的一樣 我們騎車要戴手套 手套特別厚 我還長時間去按它 而且它還不好按 那這個設計就很不舒服了 會很影響大家操作 那下一個槽點還是在易用性上 就是當它開啟錄製的時候 我沒辦法很好的去判斷它到底是否錄製好了 因為我們在騎車所以說戴著頭盔 不好很不容易判斷它到底好不好 所以說像一般的運動相機會用很響亮的一個提示音 嗶嗶嗶嗶嗶嗶來提示你到底路上了沒有還是沒路上 但是BREV8的提示音聲音稍微小了一點 至少我騎車的時候是沒辦法聽得很清楚的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前面的這個錄製鍵 它有個提示的燈 那如果我戴了這個防風罩的話 那我就看不到它到底錄了還是沒有路 這是第一個 如果我不戴這個防風罩的話 它有一個提示燈在這個地方會閃燈 但是那個燈也非常的小 我也不是特別好去判斷我路上了還是沒有路上 那下一個槽點就是 它開啟錄製之後 它的前屏幕是不會亮起的 不會亮起的 好像Action也有這個毛病 它需要按那個東西之後 按著旁邊的鍵之後切換到前屏幕 它才會亮起 如果它前屏幕能同時亮起的話 我覺得也可以解決我 是否錄製成功去判斷這個東西的這個問題 那下一個槽點的話就是關於風罩問題了 就Brill 8的風罩表現 尤其是易風罩的表現 不是特別的好 哪怕是加上了這個 它送的海綿罩之後 其實降風罩的表現也不是算特別好 好那最後來總結一下 那Brill 8這個相機 我剛才吐槽了那麼多 那它就不值得購買了嗎 其實我們要這樣去看待一個問題 畢竟它的售價才1000多塊錢 對不對 如果作為一個入門級的運動相機來講 它的性價比是非常的高的 而且它的畫質 其實和現在一線頂級的運動相機的畫質 是不相上下的 甚至還要比它們還好一點 這個是可圈可點的 但是呢它在設計上有一些缺陷 這個也是確實存在的 作為一款入門級的運動相機 我個人覺得它是非常具有性價比的